各位,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一 在这里讲的是资金流和移动股 其实今天就很多移动 就算是行持也移动 最高就移动过600多点 现在最高流离三百多点 都移动多了很多 所以就很简单了 讲讲了 现在这里就去到这样 资金这样 我们再看看这几天 你会看到的 看到一件事 北市北水的资金流入 这里也是入的 只有两天出的 这里也有入的 所以你看到 不要说水流入少 最重要它进来之后 它不出 这里才出 这里才出 你看看加加密之后 总共就多了 是吧 很简单 哪些移动得多 中移动开始移动 中国海洋石油移动 衍生中国企业移动 这些就是证明了 那些人真的在买中国股票 这些不用说了 这些这样就要流出 就必然的 但尽管碧桂园也好 开始有点似乎是 翻山了 翻山了 我们看回北水 在这里的时间 我已经是跟大家说 喂 流心了 不再走的了 开始升上来 这个 基本上是过二十日 平均线来的 即使是过二十日 平均线 北水一直流入 这里是正在买 这里都没有出道 然后每天都入出 每天都入出 每天都入出 那这些朋友就会觉得 唉 很麻烦 这些人都不知道怎样 唉 大户如果要玩东西 要做东西 难道跟着给那些散户 跟着来找饭吃吗 肯定是不会的 好似这里 去年的十月十一月的话 北水一直流入 市场情绪都很淡 到这里的时候 死了死了死了 去晚四了 去晚二了 现在这里也是 有人说去晚二的 那又怎样呢 第一件事都很简单 我完全不怪那些人 因为他们是犯规人 他们不是中国人 不懂听中文 又不懂揣摩中文的意思 我等下再讲一讲 那现在你看到北水 其实在升 始终是来的 不要看了 一定要 上个星期已经讲了 大家 要审慎 不要悲观 要乐观 那今天你就乐观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你就看到了 一路上升的板块 是比较多的 那我看看 银行在哪里 因为银行很重要的 银行很重要的 地产在这里 银行在上面 那地产呢 是一般来讲 中国来讲 是最惨的东西 那为什么现在又不惨呢 那银行又说 不够了 不够了 为什么又够了 上了来 其实很简单 保险这些东西 其实保险买了很多 所谓信托产品 人家最近又说 信托产品都爆破 爆破 那为什么它还可以爆上来 不是凳了下去 保险买了很多爆破产品 信托产品 你信托爆破 那你不将会亏 其实很简单 一是真正要了解一下 我不是说我很了解 中国的情况 不过 細心点看看 大家多点时间 留心一下 研究一下 新任的中国人民行长 潘功成是什么家伙 先 遲些 我明天就会有一篇文章 讲这些问题 好吗 好了 没得住 没得住 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市 先 那去到这里的时候 旗子是这样上去 那我又是画那样东西 就是画那样东西 那怎么呢 就是第一 现在 画了整个几两个星期的了 这里 这里 那这里 就是这里 是不是 就是这样 那 看着 之前就讲一下 是一个双形的走势 那就是这样升上去 跌下来 升上去 跌下来 那 到了 前天 就升了少少 那 那 不知道 星期五 就跌了少少 死活了 这里是不是阻力升不到呢 今天一下子 弹穿了 那 弹穿了之后 它又下回来 那又怎么样 最好 就下回来 这里 下回来这里 然后由这里 就再跟着去弹上 像上次 我以前都讲过 它可能是这样弹上去 人员如果这样再弹上去 就非常好 世界始终不会是直线下的 不会有顺境 也都不会有逆境 就是我说永远 永远顺境 永远逆境 但是要住 逆境是多一点点的时间的 因为现在国际形势如是 所以短期的 而且最好是 应该回朝之后再弹的 回朝之后再弹 那大致上就是这个趋势 就是18700至179之间 就徘徊 那这个就是基本的情况 这个是歧视方面的情况 那 不记得说一件事 板块如何呢 板块呢 就很简单 你看到就是这些 会上升 上升 上升 上升的最多 那再歧视 很多都会上升 我们要看看有哪些跌呢 如果全部跌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留意有升的 看看希望在哪里 全部升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留意有些跌的 看看险境在哪里 恒大不用想 一定会跌的 那 新澳能源 这个是 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所以又跌 安踏体育 又说他好好 那之后又跌了 再跟着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白饮啤酒 哎呀 不喝啤酒了 是入秋 忘记了 好了 再跟着呢 这个是 这个南方的 恒之方面 有跌 这样 那 在这里来说 我们看到 很多方面都上升 各个板块都上升 那 看看吧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 第一 今天可以留意的 就是江苏灵湖高速 哇 一直都有资金流进去的